到81夜的地方 哈囉 我們今天要進入新的單元 鍾翰你的個本 把它拿出來齁 我們今天要進入組合 但是在我正式介紹 組合的概念之前 我想先來談一個東西齁 不要聊天了齁 寫一個Key 快點 我們先來談排列跟組合有什麼不一樣 把它寫上去 哈囉 來我等你齁 排列跟組合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分開的東西 他們本質上有很大的區別 排列呢 第一個 安靜安靜 地位怎麼樣 地位不同 趕快寫上去齁 如果你做排列 地位會不一樣 什麼叫地位不同 你當班長 我當副班長 跟我當班長 你當副班長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這叫地位不同 對吧 好 來第二個 排列呢 要考慮順序 來 趕快把你課本拿出來齁 好 注意喔 排列的話地位不同 要考慮順序 誰排前面誰排後面有差 可以齁 然後再來第三個 對調 對調會產生影響 對調會產生影響 如果對調他們的角色 會 產生影響 來,我等你把他寫上去囉 我覺得這個東西你好好學 排列就是怎麼樣 我再講一次 地位不同 要考慮順序 對調會產生影響 給我一個生活化的例子 比如說現在最夯的 排隊買口罩啊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排列啊 對不對 來,把它寫上去喔 生活化的例子非常簡單 就是排隊買口罩 這樣逢動 人家問你什麼是排列你要講得出來 不然我們的學生常常在學習上 遇到一個障礙就是 好像有些學生考試會考 可以拿到不錯的分數 但其實他數學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基本概念是不清楚的 這樣可以嗎 來,這個排列把它寫上去喔 那我們今天要開始教 什麼叫做組合 李湘怡你在講話呢 什麼事情啊 上課要專心嘛 有時候聽到朋友講話 他要問你那組合跟排列有什麼不一樣 組合很簡單喔 組合就是地位怎麼樣 你就自己寫啊 組合就是地位相同 然後怎麼樣 要不要考慮順序 你是覺得要還是不要 不要 組合跟排列差別就是 排列要考慮順序 組合怎麼樣 它是不考慮順序 OK 然後第三個請問你 在組合的世界裡面 對調他們的角色會不會產生影響 不會產生影響 就這樣 對調不會產生影響 你看我都幫你寫出來囉 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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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產生影響 不產生影響 可以嗎 給我一個生活化的例子 生活中有什麼東西 選出來而已 不考慮順序 欸地位一樣喔 不考慮順序 對調不會產生影響 很簡單 拖吧 你要講什麼 欸每一個班都會有什麼東西 每一個班每天都會有什麼 座號 座號 你們班沒有排那個什麼東西嗎 排餐桶或是什麼 直日升啊 我跟你講 直日升 你把這個例子記下來 直日升就是組合的概念啊 這樣懂嗎 欸我跟你講 直日升就是組合的概念 直日升地位相同啊 你們把一號跟二號當直日升 這兩個地位有沒有一樣 有喔 有說誰是先誰是後嗎 沒有 直日升的地位是一樣 擦一半兩個一起擦 對吧 就是到處兩個一起到 你懂我意思的 然後請問你要不要考慮順序 沒有順序的概念 直日升就直日升 對吧 就兩個人 然後再來 對調會不會產生影響 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所以現在我花了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要幫同學建立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來請看這邊 排列跟組合 人家問你有什麼不同 你一句話就跟他講 講什麼東西 你說 排列就是地位怎麼樣 地位不同 組合就是地位怎麼樣 相同 那如果要你舉例 你就這樣說 排列就是排隊買口罩 對吧 排隊買限量品 所以對不對 每次都一堆排隊 對啊 然後徹業排隊才能當第一個 對吧 然後再來這個什麼 直日升 這個就是組合 這樣懂不懂 排列跟組合差別就在這邊 好 那有這個概念之後 現在我們終於要進入組合的世界 來組合的話 我就舉一個生活化的例子 來跟同學做為切入點 這個例子是這樣 我現在有甲乙丙丁悟五個人 來把這個例子寫在課本上 甲乙丙丁悟 五個人喔 人都不一樣對不對 五個人 然後現在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從這五個人裡面選幾個人 選兩個人 做什麼事呢 當直日升 你要注意我舉的這個例子喔 直日升意味是相同的 這樣好不好 當直日升 請問你方法有幾種 欸 這樣 這個問題拿來問小學生也可以喔 不信回去問你弟弟妹妹 在座應該有人弟弟妹妹念國中小 對不對 回去問一下 他搞不好會做 但是他的方法肯定只有哪一招 他怎麼會窮舉啊 對不對 誰配誰對不對 啊當直日升 啊數一數 如果沒有漏掉 搞不好還真的可以把答案數出來 我用小學生的方法做一次給你看喔 但是你要注意我現在選的是直日升喔 直日升就是組合的概念好不好 來再一次 地位相同 不考慮順序 對調不產生影響 欸怎麼從五個人選兩個人當直日升 這個有系統性的選法 來做一次啦 甲乙丙丁 一 五 這樣可以 來 跟著我一起做齁 待你做一次 我覺得可以 也許 好 唉唷 好 來你告訴我小朋友會怎麼做 很簡單嘛 我們先來看甲可以跟誰當直升 好不好 欸我問你甲可以配誰 甲 他的partner可以配誰 他可以配乙阿 那甲如果配乙的話 那丙丁物是不是就不用當直日升 不用當直日升我們就打X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不是一種情況 圈圈XXX 甲乙直日升 丙丁物不用當直日升 這一種選法 對不對 那當然你說老師這後面還有好多 對我們現在一個一個把它列出來可以嗎 請問你甲可以配乙阿甲也可以配誰 欸講錯啊這小朋友都會啊 甲可以配乙甲也可以配丙 對吧 那這下三個人就不用當直日升 就打X 然後再來甲可以配誰 你不要亂跳喔 甲配乙甲配丙 再來是甲配誰 丁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三個就是打X 這三個就沒事做 然後再來是甲配誰 甲乙丁丁 欸 乙丁丁 然後再來是誰 5 然後這三個是不是就打X 那你知道接下來要寫什麼啊 可以跟甲搭配的情況我全部都寫出來 那接下來要考慮什麼 乙嘛 乙配誰 你不要跟我說乙配甲 乙配甲在前面已經寫過了 現在應該要考慮乙跟誰搭配 乙跟丁 乙跟丁搭配 兩個當直日升 剩下的就是XX 這樣聽懂嗎 然後再來是乙跟誰 乙跟丁 乙跟丁搭配 那剩下三個就XX 再來就是乙跟誰 乙跟霧對不對 那剩下三個就沒事做 好 那請問你還有嗎 誒 乙丁乙丁 誒 等一下等一下我問我寫錯 沒有 乙丁嘛乙霧 再來是誰 再來應該是丙丁吧 丙丁 對吧 可以喔 然後還有誰 丙跟誰 丙跟霧 OK 好像快起完了 誒還有嗎 還有 還有誰跟誰 丁跟霧 來 丁 跟霧 霧 XXXX 好 來我等你 你把這些情況全部都列出來 窮舉 在某些情況下 會是你的好朋友 好不好 高中生要會窮舉 這最基本 好請問你喔 情況有幾種 數一下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種 來答案就寫上去 答案是十種 這樣可以嗎 這樣好不好 好 答案有十種 那你看我會說 欸老師這樣很麻煩耶 這如果說 每一次都要這樣慢慢數對不對 這感覺 太麻煩了 對我們要學習數學 就是要學習一種 更深刻的精神 我這裡寫一段文字喔 這段文字 我希望同學你把它寫在課本 81頁好不好 來我這樣寫喔 對道圈的 對道圈圈的怎麼樣 當指日生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才做的事情就是 對道圈圈的當指日生 那請問你 如果對道XX的就怎麼樣 就不當指日生 我就這樣寫 就沒事幹嘛 就不當指日生 這樣可以喔 好 所以 因此 我這樣寫 把這個筆記把它寫好 兩個圈 兩個圈 還有三個X 兩個圈跟三個X的每一種排列 來接 對應道 來接 一種群群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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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 我覺得這段文字已經把組合的概念整個把它講清楚了 來 我等你 來 我需要你寫這段文字 把它寫上去 我們學數學學一種什麼東西呢 這裡學一種對應 你知道有什麼叫一種對應嗎 來 你看喔 對到圈的當值日升 對到插的就不當值日升 譬如說 同學你看我的手 來 這一排 這是誰當值日升 這是假跟物當值日升 以秉丁是不是都對到插 這三個人不用當值日升 你聽懂這感覺嗎 所以你現在要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 你從今以後不用再慢慢數了 因為你只要考慮 把這五個人怎麼樣 不要動 給我站好 五個人給我固定 你們五個人不能動 然後怎麼樣呢 把兩個圈跟三個插做什麼動作 做直線排列 來 把排列膨起來 把兩個圈跟三個插做直線排列 你有沒有發現 每一種排列的方式 都會對應到一種把人挑出來的方式 對嘛 如果你看嘛 插圈 插插圈 這種排列的方式是把誰選出來 是把以跟物選出來 它有一對一的對應的效果 所以你只要去考慮說 兩個圈跟三個插排列的方式有幾種 這一題就結束了 對不對 是不是就結束了 因為它每一種排列的方式 都對應到一種把人挑出來的方式 就這麼簡單 它有一個對應的效果 所以請問你喔 從今天開始 你要不要再這樣慢慢的去窮舉 不用 今天開始你做這種題目 你心裡面就想 五個人不要動 然後兩個圈圈 三個插插排成一列 誰對到圈圈 誰就出來當直升 對到插插的就回家 這樣聽懂嗎 那我現在問你喔 第一次斷討我二教 兩個圈圈 三個插插做直線排列 這個要怎麼寫 叫做幾階 五階 這教過嗎 兩個圈圈長一樣 除以幾階 二階 三個插插長一樣 除以幾階 三階 從今開始做這種題目 就直接這樣寫了 你就不用在那邊慢慢窮舉 但是我還是跑一次給你看 讓你知道窮舉法就是這麼一回事 欸 這個我會算嗎 五階除以三階二階 你告訴我 這個算出來是誰 五階跟三階約掉嘛 這個是不是四乘五 欸 你們知道齁 這四乘五 二階是誰 一乘二 這個約掉答案是多少 十 你看是不是又快又簡單 這樣可以齁 數學家 那他為了要創造一個符號來說明這個事情 他把這個東西 他把這個東西 給他一個寫法 叫做C什麼東西呢 這個叫做C 五曲多套 二 來 你把它寫上去 這個符號是人為創造的 那為什麼用C 因為有一個單字 你們班英文比較好的是誰 你知道排列組合 那個組合那個單字要怎麼寫 那別班有人講CHOICE 不是CHOICE CHOICE是選